地处中国西北的宁夏 有着独到的养生方法 在三户天吃羊肉 确实是需要注意一些的 借助夏天的氧气 改善虚寒性体质 吃热吧 就舒服了 来自西域的药物 又有哪些独特作用 病人的五官一下就开了 所以就开了窍了 云南白药提醒您 收看中华医药之 找准时机治冬病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 地处中国西北地区的宁夏 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部重镇 昔日流传的文化习俗 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百姓生活 不少百姓还坚持着古朴的养生理念 一饮一食都随着季节更替变化 而当地的特色医学回医也尤其重视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善用顺应自然的治疗方式 冬病夏至的理念在回医诊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下面就让我们仔细地去了解一下 冬夏 一块有着悠久历史的土地 漫长的时间 激电出丰富而扎实的养生经验 药石同源的理念在这里代代流传 村庄里一户人家在为晚上的家宴做准备 小郭和母亲很早就来到村头 找一种此时最受欢迎的野菜 苦苦菜 正值夏季 苦苦菜的身影漫山遍野 可是如果来晚了 依旧可能空手而归 因为在这个时节的宁夏 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它 苦菜呢 首先大家都知道它是山野菜的一种 那么在春夏之际呢 正是它应季采摘的时候 这种应季采摘的好处就在于 它的正好在它的生长期 那么它在食疗方面的效果 就要好于其他的阶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苦菜大家都知道 它是辛苦偏寒的 微寒 它呢寒就能降火 苦呢是入心 中医认为呢就是苦能泄火 所以呢它都可以起到 清新降火的效果 那么在夏天吃呢 效果是比较好的 苦苦菜又叫取麻菜 如果不用清水泡上半天 大概有些人会嫌它太苦 不过宁夏人反而好这口 因为当地洗食羊肉 在夏季 清热降火的苦苦菜 与温补的羊肉 无论是在味道上 还是营养上 都形成了美妙的平衡 羊肉首先第一个 它可以提供一个优质的蛋白 它是属于干和热的 苦菜呢 它又可以算作咱们说的膳食 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在里边 它是属于蔬菜类的 这一菜类的 那么它还有一些 丰富的微量元素 它自己本身的性味呢 又是辛苦微寒的 这样寒热搭配 互相平衡 这就正体现了咱们 膳食的这种食物多样性 还有一个平衡的这种观念 如果要是这种合理的搭配的话 有益于身心的健康 曹伟一名来自北京的中医 工作之余 他最喜欢研究中国各地的养生文化 最近有感于中国药膳的博大精神 他特意来到西北宁夏 看看这里的药膳有哪些特点 这个想法与当地回忆陈坤 不谋而合 从小生活在宁夏的陈坤 对当地善养生感受颇深 在宁夏 人们善用传统方法保养身体 洗食药膳 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 身体都不错 他一直想探究一下 这其中的关联 咱们慕名清聪呢 长寿老人呢 打三十多位 那么他就把其中的八岁以上的 那么就是要展到很大的鼻垫 还有就是咱们六位呢 是一百岁以上 一百岁以上啊 就是构成了这个回族的 就是长寿的原因呢 那么与他的生活习俗 是分不开的 果然 一路上碰到了不少 留着白胡子的老人 有些甚至年遇古稀 还下地干活 这下曹伟来了兴致 这个村子的人长寿的原因 和他们哪些生活习惯相关呢 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 曹伟医生打算先从饮食着手 一探究竟 摘的野菜 主要还是为了搭配羊肉 名下最好的羊肉 来自盐池 又叫盐池摊羊 据当地人介绍 盐池的药用植物 有一百多种 盐池摊羊 从小就吃这些中草药长大 喝的又是当地的矿泉水 这样羊起来的羊 本身就像是经过炮制一样 口感鲜嫩 连当地人都对它赞不绝口 正因如此 制作盐池摊羊 无需放重口的调料 清淡的做法 最能突出羊肉的美味 尤其是在夏天 用清炖的方法最好 夏季是非常炎热的 然后容易我们说的是 心火上炎 有一些身体的热症的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再过于加一些 辛辣刺激的调料的话 那么一个就会助热 助长体内的这种内热 然后容易出现热症的情况 第二个就会导致刺激脾胃 可以影响脾胃功能的韵化 所以还是以清炖为主 家中的老人 每到冬天就容易生病 因此这家人经常做羊肉 给老人吃 就连夏天也不例外 从前回族人家逢年过节 才能吃上的羊肉 在今天可以天天出现在 百姓的餐桌上了 那么有句话 要了不如食了 要了不如食了 那么突然的话 这样的话 用食羊肉的这种生羊 瘟不得这种 来啥东西就算 就跟我们要引子一样 那么要引子一样 来用贤之山调理 羊肉能不虚劳 助羊气 对上了岁数的人来说 不视为一种滋补品 不过羊肉毕竟是温热之物 如果夏季还经常吃羊肉 会不会太上火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自然界和我们机体的羊气 正是最旺盛的时候 那么在这种优势的情况下 那么如果我们在喝羊肉汤 它可以补气血 那么它可以撞羊气 那么如果要是内服喝羊肉汤 这样的话 正好和外泻呢 咱们说叫内外加鸡 可以驱除体内的含血 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宁夏 人们认为夏天吃羊肉 正得其食 不仅宁夏 在我国很多地区 都有三福天喝羊汤的传统 人们认为此法能以热制热 发汗排毒 所以素来流传着 福天一碗羊肉汤 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 不过这种进步方法 也并非人人适合 在三福天吃羊肉 确实是需要注意一些的 它和冬季不太一样 我们饮食上吃的时候 是要适量的 根据每个人不一样 我们要分别的对待 那么什么样的人呢 适合吃羊肉呢 大家呢 推算一下也都能大致清楚 像虚寒体质的 年老体弱的 或者是产后体虚的 都是可以吃的 不适合吃的呢 这倒要提一提 那么像高血压 还有爱熬夜的 或者是平常体质偏热的 或者是有发烧 有感染的 这些人 这几类人 都不太适合吃羊肉 如果担心羊肉的温热 当地人也有办法 那就是在搭配上 动动脑筋 这个是桥面粉 这是桥面粉 这是桥面粉 这是小麦粉 桥麦脚团 是我过西北地区 常见的特色小吃 在开水中 加入桥麦粉和小麦粉 通过不停搅拌 才能形成脚团 桥麦大家都知道 它呢 杏呢 是稍微的偏寒的 我们管它 它有一些消炎去火的作用 这样和羊肉搭配起来呢 相得益彰 从前 我国西北地区有个说法 要看一个媳妇 是否贤惠 就要看它打的脚团 是否光滑筋道 可见 脚团是个充满技巧的活计 虽然难做 但为了健康 宁夏人还是经常使用 做好的桥麦脚团 形状饱满 有种粗粮特有的朴实香气 它不仅在口感上 非常适合老年人 保健功能也非常明显 还有桥麦的营养价值 就在于它有羊肉没有的 可溶性的晒石纤维 它可以呢 就是说叫 我们中医叫宽敞下气 就可以促进 可以治疗老年人的一些便秘的 这种效果 同时桥麦还可以软化血管 诸多的因素 可以导致 所以人家都管它叫做 消炎粮食这种美称 夏季 由于天气炎热 人的胃酸浓度降低 不仅感觉没食欲 连消化功能也会相应减弱 而桥麦能开胃宽敞 夏气消机 所以夏天吃桥麦制品 更加合适 为了增加食欲 当地人还给桥麦脚团 配上美味的调料汁 吃的同时呢 再配上咱们的辣椒 来点蒜 就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味道 那么沾上辣汁 沾上蒜 那么这样的话呢 蒜可以就是说 一个提高它 这口感 特别是什么东西 就吃上就是入口 另外呢 这个大蒜呢 特别蒜汁呢 又对消化的 消化系统有些病 同时呢 它有这样东西 有清暑 降火 就是沙冲的作用 鲜嫩滋补的羊肉 清热爽口的野菜 开胃消食的脚团 组成了一桌 专属夏天的特色佳宴 正如您刚才看到的 在宁夏呀 不管吃什么 都讲究一个时机 野菜要吃硬剂的 滋补身体的羊肉 在夏天呀 要格外注意烹调方法 不能够做得太辣 太油腻 就连主食 也力求顺应食节 与菜肴形成平衡的搭配 俗话说 药补不如食补 那如果一个人 一饮一食 都能够注意的话 那么对于我们拥有健康 也是很有帮助的 在宁夏不仅饮食 讲究时机 治病啊更是如此 常见的草药 在回忆手里啊 变换出了哪些特殊的用法 还有哪些独特的治疗方法 格外适合夏季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天 陈坤请草伟帮他一个忙 和他一起去野外 采一种夏季生长的草药 陈坤生长在回忆世家 从小就跟着父亲 到野外便食草药 什么季节该采什么药 他早就心中有数 小时候呢 就我父亲呢 带着我们几个就是 小朋友去这采药 那么我们也把采药呢 作为一种就是 出外旅游者 给我们就说 从小呢 就是埋下了我们 对中药 对我们就说 这些草药一种 奇特功效一种 一种向往 那么也就是说 为我们今后呢 就是学医呢 奠定了一些 非常好的基础 宁夏日照强 昼夜温差大 因此植被种类繁多 光是药用植物 就有上千种 从小练就 火眼金睛的陈坤 很快就找到了 他想采的那一种 辣辣鹰 在这儿 咱们当地的就是习俗 民间习俗叫辣辣鹰 辣辣鹰 学名叫独行菜 叫菜 也许是因为 它的嫩叶 可做野菜使用 而当它长大 长成 就可以 全草入药使用 其实 这种草药 草尾也不算陌生 因为平时 开处方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 它的名字 辣辣鹰呢 它的学名叫独行菜 那么实际上是指了 这个它的全草 在我们中医里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 它的种子 种子呢 叫停粒子 它是辛苦寒的 那么它的效果呢 它的作用就是 泄肺 平船 利水 消肿 可是 宁夏为什么会管 这种草药 叫辣辣鹰呢 说到这里 陈坤略带神秘的 让草伟亲口尝一尝 陈坤治病 喜欢用辣辣鹰 正是因为它辣 他认为 这种辣味 可以帮助药物 更好地吸收 因此在辣辣鹰生长的夏季 他经常会把这味药 适时地加到房子里 这位姜女士 是医院的常客 六年前 一次感冒 让他从此咳嗽不断 他还以为 自己得了慢性咽咽 为此烦恼不已 当时感冒了嘛 感冒就咳嗽 咳嗽就没关散 就是说两天也天 就是这反正没有活过 你这辣辣的 就今年就年了 吃气管的消灭也非常重 好 你转身 转身 后来姜女士才知道 自己得的根本不是什么咽咽 而是哮喘 其实也难怪姜女士总说 治的效果不好 因为她总是在天冷时 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 才去医院 而忽略了夏天这个治疗哮喘的好时机 冬病夏至顾名思义就是冬天的病 夏天至 所谓的冬病一般是指在冬季发生的 或者是在冬季加重的这些疾病 一般都是一些虚寒性的疾病 比如说哮喘 冬病夏至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特色疗法 通过在夏季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间 对患者进行治疗 从而使冬季容易发生的病症减轻或消失 哮喘就是典型意义上的冬病 用白戒籽肉桂这类新温的药物 散寒通落 加入泄肺评传的新鲜辣辣因 为了让药物直达病锁 陈坤把他们全部捣碎 配成了外用的膏药 外治疗法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 它不经过咱们内脏的吸收 直接的话就是精疲 精疲给药 那么这样的话 不经过内脏吸收之后 一些毒服药的反应 或者是一些药品 对人体内脏的一些 就是疏伤 就降低到很小的阴 把它降低到最小的一个程度上 外治疤 选穴位是很有讲究的 这次陈坤给江女士选的肤贴穴位 全部都在后背上 后背为阳 阳颈多脉为阳 腹背为阴 那么我们取得大锥 肺疏还有肾疏 有些我们根据辨证 日动症 还学习干书或者匹书 等等这些数学 达到不同的地方 陈坤所说的肺数学和肾数学 都是属于人体背数学的范畴 中医认为 五脏六腑之气 输注于背部的数学 因此背数学是与脏腑密切相连的学位 中医认为刺激这些学位可以治疗相应的脏腑病 另外中国传统医学认为背为阳 腹为阴 人的背部是督脉所经之处 督脉总督全身之阳气 因此背部的学位属于阳精学位 刺激它们能够鼓动阳气 那么夏至就是要借助夏天的阳气 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 自然界的阳气生发是最为旺盛的极值 还有人体的阳气也是最旺盛的时候 如果要在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一定的疗法 包括内服 包括外用 那么可以助长体内的阳气 那么就可以借助自然界和机体的 正在旺盛的阳气 把体内的酒 就是咱们说的虚寒和酒寒 那么能够借势驱逐出去 那么达到一个非常好的 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这么一个效果 这就叫冬病夏至 这也就解释了就是说 哮喘为什么说呢 用冬病夏至的效果会好一点 说起冬病夏至里的冬病 包含的可不止哮喘之一种 很多虚寒性的疾病 比如慢性胃肠炎 慢性肢气管炎 风湿病等都算在此列 这些疾病每到冬季就容易加重 为此受尽折磨的人不在少数 秋荣荣就是其中一个 秋荣荣是上海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宁夏定居 从东部沿海城市搬到西北内陆 起初它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里的水温 那时秋荣荣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 每天有好几个小时都在洗衣服中度过 正当他在一次次劳作中慢慢适应着刺骨的水温时 他忽然发现自己的手不正常了 就看到咋办了呀 他们还给我开玩笑说你们上海人发点蓝花纸 然后这个也开始了 哎呦我说坏了 这也开始然后这个骨节都增大 然后这个也开始了 然后就就就就就成这样成鸡爪子了 就这种状态了 主要是疼痛苦啊 引起全身性的骨关节都不行 血液循环也不好 疼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想干 有时候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都不想活 就到这种程度 厌世 带着一身病痛 秋荣荣四处求医 去过内科 去过骨科 最后才找到了风湿科 医生告诉他 这种病症与他长期使用冰水有很大关系 所谓的风湿啊 我们中医叫避症 他在古代的时候 对他的病机下过一个定义 叫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毕 也就是顾名思义说 这个风血和寒血 对这个治病会有很明确的这个作用 在我的临床经验上来看 确实然后呢受寒着凉 而且大家都知道水 水湿嘛 那么就是湿气 那么容易影响寒和湿 导致这个疾病的主要的 一个发病的一个因素 确实存在 那么如果要是经常的受寒着凉 那么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诱因 为了减少疼痛 邱荣荣试过一些办法 汤药吃过 止汤药吃过 甚至激素也吃过 但是效果却只能维持一时 疼痛让他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绝望 一年夏天 他听说医院在为一种新的回医疗法 招募风湿志愿者 这种方法他之前从没听说过 便想着不如试试看 没想到医生在看了他的手之后 没有对他的手进行直接治疗 而是让他露出后背 为什么我们手的哪里要用这款呢 因为手上的我们都是阳经 也就是我们手上的关节疼痛 一般都是阳气不足了 我们的血液循环供应不上 也就是阳气不能充盈到 他的手关节了 所以才会出现关节疼痛 尤其在受风寒 或者是用凉水的时候 症状会加重 准备妥当 趴在床上的邱融融 就听到了点火的声音 当然 这火不是直接用在身上的 只见医生拿出一根针 在火里烧红 莫非这是中医里的火针疗法 因为他们确实是很相似 但是呢 仔细地观察的时候呢 确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它的一个器具的不一样 那么如果你要细看 它的烙揪 它的针头不一样 它的针头有什么特别呢 仔细看 针头是平的 这样的针 怎么能扎进体内呢 从近处可以看到 其实针尖并没有扎入到体内 只是轻轻地在皮肤上一点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皮肤应声而破 所以就是要烧得要红 它就瞬间的这个热度就越大 用火焰烧红的针头 顺时温度超过500摄氏度 在接触皮肤的一刹那 皮肤迅速被烫出水泡 又以极快的速度溃破 它有透热的作用 主要是要让这热量 透到表皮以下去 但是又不能伤着 这个表皮太厉害 所以我们温度要很高 瞬间就要离开 正因针头不刺入体内 而只烫破皮肤 因此回一将这种疗法 形象地称为烙酒 烙酒是回忆自然疗法的 一种外置方法 烙酒它是用烙药 或者不同的烙泻 在人体的经络穴位上 直接烙桌 使局部的皮肤有一定的灼伤 酒过的皮肤表面微微发红 如果用手摸的话 还能感觉这些地方的皮肤温度比较高 我们不禁想问 要用烧红的针把皮肤烫破 会不会很疼呢 从秋容中的反应来看 似乎是有些痛苦的 医生也观察到了她的反应 不停地询问她的感受 我再烙一下啊 你自己感觉一下 感觉啥感觉 因为热 这样呢 有点疼 这个疼吗 嗯 这还是以热为主 嗯 腰底部也是 热吧 就舒服了 医生告诉我们 每个人对温度和疼痛的耐受程度 是不一样的 也许有人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有人就觉得完全可以承受 他们在做烙酒时 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 来调整湿酒的位置和时间 尽管热乎乎的很舒服 不过秋容中心里 还是藏着一个疑问 这种方法能治疗她多年的风湿吗 这个烙酒 它本身就可以促进氧气恢复 再加上这个有火热的温通的作用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烙酒它本身刺激以后 会出现局部有个无准性的炎症 会改善人体的免疫系统的功能 所以我们还是以选多脉为主 那么如果借助夏天的阳气 我们再采取一些冬病夏至的疗法 用一些温热的药物 更加的来局部的温精散寒 然后活血化瘀 可以改善风湿的这个关节肿痛的症状 同时呢 可以改善身体的这种虚寒的这种体质 医生告诉邱荣荣 夏天是治疗风湿的最好时机 因为夏天自然界阳气最盛 这时治疗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 湿以烙酒之后也不能受寒 所以夏天更为合适 烙酒这种方法在回忆古籍中 很早就有记载 翻阅回忆学经典回回药方 就可以看出烙酒 是古人极为看重的一种疗法 回回药方里面在讲到这个烙酒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讲 能使本体病根进去 完全的排除体外 就是治本的一种疗法 经过烙酒治疗两个月后 邱荣荣发现不知不觉中 生活有了变化 早上起床时 手指和身体都没那么疼了 做起家务来也更加得心应手 少了病痛的折磨 她对生活的态度也积极起来 对她而言 这或许是最大的收获 其实不只是治疗手法 在用药上 回忆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他们擅长使用一类特殊的药物 您看 像我手上拿着的这一种 这一类药物质地如辣 加热的时候它会融化 放凉了以后就会凝结 像我这么拿着 如果时间长了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 它的表面有一些黏 这就是因为人体的温度 让它的表面开始有一点融化了 而且这一类药材闻起来 还有一种香味 它们不像一般的草药 不是植物的根莖叶 可是它们与植物的关系 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是 一些特殊树木分泌出来的树枝 在回族医学中 它们被称为香药 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位 经香药治疗过的老人 胡文艺老人今年76岁 从他走路的姿势来看 似乎是有些吃力 脚步也不太协调 但对于他来说 现在的状态是两年前 想都不敢想的 当时我听爷说是 他是骑自行车回家 然后他走在路上 然后从自行车上摔了一下 然后摔下来之后 然后他起来人好着呢 啥发现都没有了 就是回家骑的时候 他那个脚有点不听使唤吧 脑血管的异常 就会导致一些压迫 就会引起的 它的神经功能的障碍 神经如果要是压迫到 运动神经 那么它就引起了 这种运动的障碍 可以表现成呢 能说的言语不利呀 口眼歪斜 半身不随 这些等等的症状 站起来还能走 腿脚也没受伤 胡文艺便认为 自己没什么事 甚至连摔跤的事 都没有和家人提一句 可是几个小时以后 一件事情让他意识到 大事不妙 然后他回来之后 晚上吧 然后他就感觉一点不对劲 然后嘴里面就是 脱了一口血嘛 联想到摔跤的事情 胡文艺立刻叫家人 把他送往附近的医院 没想到 医生却说 他们送的太晚了 经过诊断 胡文艺是突发脑促重 也就是民间常说的中风 这是一种极其凶险的疾病 在临床上 具有极高致死率和致残率 即便是及时接受治疗 也很容易留下行动障碍 语言障碍 甚至是偏瘫的后遗症 因为爷爷比较疼我们嘛 然后他见到我们 然后他就放哭 放流泪 弄得我们也不好受 就那种的 宁夏地处西北 昼夜温差大 每到秋冬季节 脑促重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这一点 刘静霞大夫深有体会 刘静霞 医学博士 擅长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 每年要接触 三千个脑促重患者 它是回回药方里面 卷十二 卷十二里面有一个 叫中风萌 重呢就是人口众多的重 就是三人以上的这个重 中风萌里面 其中有一种风呢 是突然就说 它是这种风 烧人以后会出现半生的偏袒 口眼的歪斜 语言的功能的不利 还甚至呢 有的突然倒地 意识丧失 也就是说 风突然让你像吹了大风一样 你的感觉 用动 其他的功能 都会持续异常 中风的治疗原则是 越早越好 因为拖的时间越久 脑细胞和脑部神经损坏 就越多 最重要的 这种损害是不可逆的 一般认为 抢救的黄金时间是 发病后的三到六小时 而胡文艺已经耽误了一夜 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 只能尽力补救了 看到胡老爷子 嘴歪眼斜的样子 刘靖霞想到 回忆中有一个驱风的办法 正是和中风患者的急救 怎么办呢 他就要把这个风要清除掉 风要清除掉 他就要给这个风 有一个往处走的道路 就要开窍 我们中医是要说 就是说五窍和五脏 那么一般来说 咱们说都是人体是七窍 那么中医认为 开口五窍和这个 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我们说心开窍于舌 肺开窍于鼻 脾开窍于口 口周是属于脾 那么肾开窍于耳和二音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肝 肝开窍于目 所谓的开窍 我的理解就是要醒神 恢复它的意识状态 那么可以呢 因为抑制是会要控制人的 眼耳口等这些器官 可以导致让这些器官呢 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 所以呢 这个窍呢 实际上有一种叫脑窍 心窍 咱们说的鬼迷心窍 实际上都是一种神志的表现 用什么开窍呢 在这方面 灰衣有着大把的经验 他们擅长使用一类 带有浓郁香味的药材 并管这类药材叫做香药 是从阿拉伯国家 通过这个海上丝绸之路 和陆上丝绸之路 随着商品的这种繁荣和交易 把这种香料呢 最后引进了我们国家 就作为药物来应用的 这一类香药叫阿拉伯香药 安西香就是其中的一种 安西香原产于中亚古安西国 据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要点记载 该品为安西香科植物 白花树的干燥树枝 现在安西香的产地很多 但是从药效来看 还是泰国安西香和苏门达腊 安西香最好 因此至今回忆所用的安西香 仍然依赖进口 对于安西香的行脑开窍作用 历史上有很多记载 它在历史上一直是 比如说有大型的传染病 会出现了轰迷 或者像出现的历史上也有中风 出现了轰迷不行 或者是弹非常多 中医认为是拥塞了它的五官 七窍 这个时候用一点方向开窍的药 一个病人一下醒来了 第二个因为它比较走窜 病人的五官一下就开了 它的语言 它的视觉功能 都就会非常快地就恢复过来了 所以就开了窍了 在胡老爷子的神志恢复一些之后 刘静侠医生已经考虑好了下一步治疗计划 在查看病历时 他发现胡文艺的脑部还存在着一个重大隐患 脑穴栓 这说明他脑部攻穴不好 今后仍存在着诸多危险 急则致其其标 缓则致其本 是时候应对一下胡文艺脑部攻穴的问题了 要改善这种情况 刘静侠认为离不开活血 这还要用到安息香 因为安息香除了能开窍之外 还有行气活血之效 胡文艺的血栓不是一两天了 治疗起来也不是短期的事 幸而正处在夏天 这是一年中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在这时使用活血药物 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春夏养阳 那么就是借助于自然界的这种阳气的生发 还有我们机体阳气正在充沛之时 那么用这种比较充沛的阳气 去鼓动我们说的血液的群形 导致了机体的气血流畅 可以针对一些淤血的病症 达到一个更好的治疗效果 比如说一些我们像中风啊 或者是其他的心脏病啊 一些淤血的这些病症 就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开窍活血的安息香 配以固肾化痰的药物 治疗的效果渐渐显现了出来 老爷子刚病到的时候 手几乎是动不了的 生活起居全部依靠老伴 而这种情况在两个月后 就明显有了改变 紧接着的一个变化 让一家人都更加坚定了 战胜病魔的信心 治了两个月以后快出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稍微就服着强能 稍微走一走 如今 据胡文艺第一次接受治疗 已经过去两年 刘静霞大夫 打算给他做一个脑部CT 看看他大脑的恢复情况 他的这个恢复的非常好 一个水肿消失 除了他原来一些已经死亡的神经元细胞 还有流有的一些根丝灶 他周围没有一点其他的水肿 也没有压迫 所以他的功能恢复的就非常好 非常理想 看到这里我们会发现 回族医学中的确有很多独到的治疗理念和保健方法 不论是起居饮食还是调理疾病 都离不开两个字 那就是时机 夏季自当养羊 冬病夏至的理念 已经融入了宁夏百姓的生活中 他们相信 顺应时节调理身体 功效自然加倍 像这样古老的养生理念 在宁夏的这片土地上 仍然散发着勃勃生机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 下周见